请各位兄姐将手机关闭或转为震动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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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弟兄姐妹请起立 让我们一同唱圣诗 圣诗第九首 受造万物欢心聚集 受造万物欢心聚集 要望神聚集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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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零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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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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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амеч 有 i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你使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 祂是历史与世界的主 施行审判和拯救 祂的儿子从圣灵投胎 由童贼女玛利亚降生为人 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 借着祂的受苦钉十字架复活 彰显了上帝的人爱与公义 使我们与上帝复合 祂的灵就是圣灵 住在我们中间 赐能力使我们在万灵中做见证 直到主再来 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 记载祂的救赎 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我们信 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 蒙照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 是普世的 且根植于本地 认同所有的住民 通过爱与受苦 而成为盼望的记号 我们信 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 罪得圣灵 以虔诚仍爱与现身的生活 归荣耀于上帝 我们信 上帝赐给人有尊严 才能以及乡土 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 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 因此人有社会 政治及经济的制度 也有文艺科学 且有追求真神的心 但是人有罪 误用这些恩赐 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人当依靠 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 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 平等 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 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 充满公益 平安与喜乐 Amen 让我们依然站立 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要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回首这一年时 我们看见你满满的恩典 在疫情里 我们有你的保护 在困境里 我们有你的带领 在疾病里 我们有你的平安 在缺乏里 我们有你的供应 在危险里 我们有你的拯救 在软弱里 我们有你的坚固 在伤心里 我们有你的安慰 在孤单里 我们有你的陪伴 在忧愁里 我们有你的喜乐 主啊 当我们细数你的恩典 我们才知道 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才知道 我们一直活在你的恩典里 原来你不曾离开我们 主啊 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的同在 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主 下主日1月9号下午 教会将举行 同工感恩礼拜祭察会 感谢各肢体 于各样的服饰摆上 也愿上帝圣灵的工作 凝聚兄姐的心 让教会继续成为 上帝国临在之处 在这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 教母团队的牧师们 来一起祷告 愿上帝保守牧师的家庭 侍奉与身体的健康 并能在主的带领下 达成我们教会 今年的年度目标 根植于基督 谨慎来建造 感谢主带领我们的子会 南原教会 顺利的升格堂会 以及俊佑牧师 就任首任牧师的 实体感恩礼拜 能够顺利举办 愿主继续带领南原教会 新年度有主的力量 一步一步的学习和成长 成为爱的教会 让我们一起为 司马县教会的 红毅牧师 他们的会友都称他为 大牛牧师来祷告 红毅牧师上周突发心肌梗塞 紧急接受新导馆 放置支架来治疗 目前已经返家休息 请为后续的调养来祷告 也因为牧师的生病 各项教会的施工 需要重新调整 求神在其中保守与带领 让我们一起恳求天父 保守与赐福 身体有病痛 而今天不能来到 我们当中的兄姐 也求主带领今天的每一位兄姐 在礼拜中能够更亲近神 透过牧师的讲道 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存着敬畏神 和感恩的心来领受 我们这样的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请一文 请一文第二十二篇 诗篇九十五 来吧 我们来颂赞上主 来颂赞救我们的保护者 我们要以感谢的心 到祂面前 我们要向祂奂上 颂赞之歌 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 是超越万神的大帝王 祂统辖全地 从最深的地界到最高的山峰 祂管理自己所造的海洋 祂管理亲手所造的陆地 来吧 我们来俯伏敬拜祂 来向创造我们的上主对来 祂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 是他带领的阳区 接下来是献乐 由李慕恩弟兄带来小提琴读咒 主持生呼唤 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 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 是他牧养的子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我们一起攻读圣经 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章到第十一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造神所给我们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接下来我们请本堂的主任牧师 蔡维伦牧师来为我们讲道 今天讲道的题目是 根植于基督 谨慎来建造 根植于基督 谨慎来建造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是2022年第一个主日 我想我们大家都怀着一个欢欣喜悦的心 一起来到教会来敬拜神 是不是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很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是的我们好像才刚挥别 那2021年 然后对于新的一年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期待 在新的一年当中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都会回想过去的一年 然后找一个时间做安静 然后来做一些的省思 然后也对新的一年有一些的期待能够在新的一年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时间好像咻一下就过去好快又到2022年来了是不是 在这一年在过去的时候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回想一下也做了教会也有好些的活动在那里的来进行在圣诞节的当中 有那个清唱剧我们在一个清唱的剧的诗歌当中我们一起来进入圣诞节的这样的欢庆 紧接着其实教会去年也第一次参加台北的一个圣诞爱无限 我们接待不同的弟兄姐妹还有市府的官员来到教会 这是那一天的情况 还有呢我们其实有儿童虽然说没有很多的活动 但是幼幼幼祖他们在地下室有一个圣诞节的欢庆 还有呢还有少年团契他们演了一个叫做三棵树的一个戏剧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他们在当中他们的呈现 还有呢那天晚上去清田社区报家音 差不多是这几年来最多的一次 差不多超过一百个人以上的人在那里婚两组在那里报家音 所以许多的小朋友去年来今年再来 那除了这之外 其实隔天我们就是做礼拜有圣餐有洗礼之后下午这是南原教会 在教会当中来举行那一个成立堂会跟俊佑牧师就任第一任的南原教会牧师的实体的感恩礼拜 感谢神在过去的七年怎么样陪伴怎么样让这个教会能够胜出来 成为我们和平教会第四个胜出来的堂会 而过了这些在两天前就是那个12月31号 我们在同样这个地方有个跨年的祷告会 我们把和平中搬上来 透过敲钟预备心 大家在那里 当然不可免得到最后上到顶楼去看那个101的烟火 也不可免得每年好像那个时候只能看到一点点 大概前五秒钟大家哇 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 只有亮亮的回家看电视比较清楚 但是在那当中透过祷告在2021的结束 2022的开始 其实一个再次的预备心 就如同我们今天一样 在第一个主日来到这里 愉笨的心来往前走 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 202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在你的工作 学业 家庭 健康 理财等等 在各项计划你安排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跟教会的生活当中 你想怎么样纳进一些放在今年的计划里 今天的主日牧师邀请大家会跟大家分享 在新的一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的目标经文等等 还有一些教会的一些的计划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在新的开始把这些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规划 从2018年开始 我们教会新的那时候的教务团队 就开始说我们在成为万民祝福这样的目标之下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先连接于神领受祝福 然后再连接于人成为祝福 所以从2018开始 我们有那个灵修年 鼓励大家灵修跟读经个祷告 接着2019是礼拜年 2020是装备年 所以这之后其实骑着说 那我们连接于神差不多要往前走 可是2020年的时候就遇到了疫情 在那里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时候的疫情 也好让教会好些的装备课程什么就停下来 所以在去年2021的时候 我们叫做复习 复习的意思是说把前面三个重新复习 可以做得更好 但没有想到又遇到疫情更加的严峻 在我们停了三个月的时间暂停聚会 所以因着这样在2022 想着我们要怎么样来做 往下这一年到底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我们把它定掉还是一个建造的一个年 所以在新的一年 我们依然在连接于神领受祝福上面 希望把这些部分做更好的连接再建造 所以我们的年度目标的主题 叫做根子于基督 谨慎来建造 在这里 所以这张图已经贴在我们教会一楼大厅上面 换了 可以看到上面那个手 好像就是一群人 大家在这里建造教会 看到和平教会的图像 而下面是那个树的根 能够深入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建造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台语的话 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教会的 那个年度的主题 叫做什么 预备 来 基督 好 不好意思 我前上面那个是华语的 然后下面是台语的 我们先读一次华语 然后再读一次台语 先读华语 预备 来 根子于基督 先来建造 台语也设一个 顶君在基督 丁心来建造 来基督 好 要多念几次 让我们能够更熟悉 更清楚 那接着我们要来读 那个这一段的经文 是主题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来 因为我们是 这是台语的 好 奇怪了 好 那牧师自己读好了 这是这个呢 是那个现代的台语的汉字版 这也跟大家鼓励说 这是一个新的台语的版本当中 花了很多的时间 有一个新的版本 所以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台语汉字版 那个是一百多年前的 所以有些字可能大家不知道 所以这个呢 牧师就来读 你们来听 我是上帝的当工 你们是上帝的禅行 你们也是上帝的建造物 照上帝给我的文述 我做一个老的建造书 下台语 别人在上面起座 是这样 好 我们略略可以看到 这个当中提到前面说 我们是上帝的田园 然后再讲到建筑物 这一段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 的当中写的信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 第二次宣教的时候 他在那里设立的 根据使徒行传 保罗在那个地方 待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他在那里就建造教会 然后在这当中设立了长老执事 可是保罗他继续 他的宣道旅程去走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收到 这个哥林多教会来的人 告诉他们 告诉他跟他的团队 教会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是对他们 他知道 他教会当中好像出了纷争 什么样的纷争 有些人说 我是保罗受洗的 我是属于保罗的 然后有的人说 我是属于亚伯罗 亚伯罗是另外一个 也是寻回 布道的一个 一个牧者 所以他当中教会就有纷争 说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伯罗的 后来干脆有人说 你们都不算什么 我是属基督的 怎么样 他在那当中好像 透过这些在里面 有了纷争 甚至彼此的一种 好像比谁要比较厉害 当保罗在他继续宣道的路程中 听见他所建造的 哥林多教会 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他就写了这段话 在第三章里面 他写的是说 我栽种亚伯罗浇灌 但是让他成长的是上帝 他看见说 不是属于谁 真正的就好像 那个田里面的这个种子 撒下去有人撒种 有人浇水 但让他成长的是什么 他提醒哥林多教会 是上帝 不要看待我们是从哪里 是跟随哪个牧师 哪个牧师受洗 让他成长的是上帝 所以在那当中 他说灾种跟浇灌的 没有什么差别 上帝会按着没人的工作 来报仇他 报赏他 所以紧接着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 他说我们是神的同工 你们是上帝的田地 就开始 但从这段下去 前面 他是用那个田园种植的方式 来讲教会的成长是什么 紧接着他用房子 这个建造 继续来说这个图像 他说上帝 上帝在建造的当中 我们是上帝的建筑物里面 有很重要的两个这件事 一个是建造 一个是根基 他说上帝建筑物的根基是什么 只有耶稣基督 在上面讲的这个地基 保罗很清楚的说 地基就是耶稣基督 没有其他的地基了 但是大家在这上面怎么建造呢 他写到说 大家在上面都能够建造 每个人都要在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建造自己的生命 建造什么 保罗清楚说要谨慎 要谨慎在上面来建造 所以继续如果我们往下看 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 会清楚他要表达的 牧师本来要请你们念 就只好我来念 我们当中如果有台语还不错的 也可以跟着牧师一起念 感受一下说 那这本新的台语的译本 是不是还不错 我来读 在这个地基上 人呐能金 文 保照 木材 草 也是导导去做 大家肯定的好拜 在基督来临的力 会让会给他辩认出来 因为会的志愿 大家肯定的品质 人所去做的 若让会收不起 以受的质保障 人所去做的若让会收起 以受的损失 不过他本身会得到求 心想对火中就命 走出来 在这段经文当中 他提到的 就是这个建造 要谨慎 他说要检验 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工程 也需要检验 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建造 他说要谨慎 不要偷工减料 要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新闻上解到 买那个房子 然后呢 或是买了房子以后说 哇 会漏水 哇 这个屋顶有漏水 这个偷工减料 什么东西刚心裸露 那是真的是一个 用一辈子花很多的钱 去买的这个房子 竟然是这样 或是在台湾 我们会说到 有些地方会看到什么 海沙屋对不对 那是什么 材料不好 我们不知道 那那个海沙就去 过一段时间海沙屋就出来 到底我们用什么在建造 在台湾也一段比较早的时间 还有那个叫做辐射钢筋 有没有 那个辐射钢筋不知道 但是钢筋为什么有辐射 当住在里面的时候 哇 我在那里 好像每天照一张S光 那么强的强的 辐射钢筋在当中 以至于那个建造 到底我们的生命工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偷工减料 到底我们用什么来建造 用海沙用辐射钢筋 到底我们的生命当中 用什么来建造 是在后面这一段他写说 没错 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建造的东西毁坏了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 生命毁坏了 好像被烧 全部都烧坏了 那好像灰头土脸的到主面前 保罗写的很有意思的图像说 会啦 你们会得救 我们会得救 但是出来的时候怎样 灰头土脸 别人的房子都没有问题 结果我们的房子 都倒了 海沙屋 但是灰头土脸的出来来建筑 亲爱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 我们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我们谨慎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我想总结这一段 让我们去思想 那在新的一年到底我们用什么来建造 有段话说 好像有英文说什么 有一个叫garbage in 这个什么 garbage out 你存什么东西进来 你就生产出什么东西 那在新的一年的当中 教会的年度目标是这个建造 那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些重点的说明 牧师就跟大家一起来说 有一个第一个是关于读经 教会实行热活读经也好多年了 那今年2022年是新的一轮 那有建于有时候做了太久 大家会就不就是这样 所以今年的热活读经有改版 比较小本一点 但如果你进去 等一下到一楼来看 教会这里有两个教会的图像 后面你可以去看 可能大家没有看到 这是马街在淡水 或是在不同的地方 有一些马街的 这个不同的照片 很多是牧师造的 那我去不同的地方 去找到马街的图像 把它照下来 如果你有可能 因为今年是马街来台湾 150周年 给大家挑战 你去看看这些的马街的像 但是重要的是去认识长老会在台湾的北部的宣教 150周年 里面的内容除了热活读经 我们可以写上那个的主题的内容以外 下面有一段是 在自去年教会的长职会一起 我们来读一本让群体发光的书 把里面的一些句子摘入下来 所以如果有 你也可以从这个方式去再看 成为我们的帮助 怎么来建造一个这样的群体 而右手左手边这一段 其实是要鼓励大家 写下这个礼拜 比方说主日礼拜的讲到的心得 你在生活中的感想跟感谢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一本书 一本小册子 能够陪伴我们一起来成长 好像是我们的工程日志 建造我们的生命 同时在这个热活读经 如果大家发现 因着疫情的关系也有些转变 秀灵师母在疫情的期间 开始做了热活读经的有声版 就是有音乐然后录起来 所以我们不一定来读 用看的用听的也可以 如果您再留意 最近开始也有长老来协助 像我昨天晚上我就听那个晚导 就是你可以放着音乐打开 就一个大概两分钟的晚导 用很慈祥的声音 然后陪伴 我觉得很棒就是 他透过一个祷告 好像让我们在晚上要睡觉前 最后一个意念 我们可能那个时间光线也很暗 手机打开点下去 就是一个祷告 一段段的 一段一小段的话 然后来入睡 我觉得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一些的变化 所以我们开始要做这样的一些的进阶 或是说有声版 让长辈能够或是我们其实可以 更多融入我们的生活 同时也会提供对于职场的 有一个叫做职场马那的灵修的资料 让大家在特别是职场上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每天每天读这样的信息 一小段来思想基督徒的生命 跟工作有什么样的关联 同时我们也要鼓励会友来抄马可福音 我们去年我们抄了以福所书 我看是第一次教会来抄写这个圣经 有个人 有团体 有家庭 然后大家抄完 然后一起有个封面跟内容来展示 有人抄韩文 有人抄英文 有人抄不同的版本 那今年我们要来挑战用马可福音 为什么选马可福音 应该是教牧团就想 四本福音书里面 马可福音最小本 就是这个原因 但我们就从这个简单的来开始 但也一起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 那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平 借着抄写马可福音 那这是第一个可以读经的建造 第二个部分关于祷告 我们有各个不同场次的各个样式的祷告会 所以主日的祷告时光 早礼拜前十分钟有个安静的宫岛 礼拜之后也有大概十到十五分钟 你可以停下来 上面有一个一个不同的祷告池 为着家庭 为着工作 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祷告 鼓励大家在这当中能够来祷告 礼拜四晚上有祷告会 现在也有线上的直播 然后有太哲的祷告会 礼拜五早上的祷告会 其实教会有各种各样的祷告的方式 找到你适当的然后来参与 同时我们也要来推动 一个叫做复兴祷告小组 你说牧师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在台湾最近在推动的 各个教会一起推动的方式 可能你名字不是那么清楚 说就是RPG RPG应该叫做角色扮演 但是这个叫做Revival Prayer Group 所以我们会先在部门各个部门里面来推动 那如果有兴趣 你上网查一些资料来参与在这当中 第三是礼拜的建造 牧师鼓励大家提早10到15分钟来到教会 那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安静预备心 参与教会其实会跟匆匆忙忙的 或是等到那个唱诗歌的时候才进来 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我们来参与一个敬拜神的这样的时光 这么特别的时间 这么美好的时刻 提早10到15分钟来 那前面有祷告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 也鼓励大家写讲道的笔记 可以在这本里面 或是你说我都比较习惯用跟人家分享的 牧师现在也学到用手机可以录音直接变成话 然后传到你的群组当中 跟你的其他弟兄姐妹分享 说我决定了 我要提早10分钟 请大家以后要我们相约早点来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彼此的分享 这是礼拜的建造 然后也有提到一个关怀的建造 就是新朋友部有些调整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1月7号就做这些讨论 然后有全教会的一个关怀志工的课程 我们跟马街医院的院务部来合作 他们要来有三个礼拜六整天的时间 教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更深的关怀 不管是对于社区的长辈 大家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有超过300个人次的社区长辈 在我们教会进出 那进一步怎么样跟他们做一些关怀 我们预备来走第二礼路 那去年本来就要进行 但因为疫情5月就暂停 所以我们大家预备心来做这个全教会的关怀 不仅只为了社区 为着我们在关心的团契小组上面也能够来学习 然后第三堂的会友 其实对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所以我们也提到要针对青壮部的同工培育 来做这样的关怀 好 那除了这刚刚讲到这个 有祷告 有读经 有祷告 有礼拜 这想是就是还有关怀之外 第四个是关于长职的部分 因为今年长职的就任 有新的长老职士参与在教会当中 所以有一系列的对于长职的这个部分 也请大家关心跟带导 如果您是长职 那就在这当中参与在里面 所以再来有小会的共事营 有同工的分享会 还有师会的训练 所以其实已经开始在这一个礼拜 已经再来礼拜六就要做长职的 新的职士的师会的训练 然后也提供一些的小组 长职的这个牧养的会议当中的一些的教材 让他们能够一起来使用 那也提到了有些相关的 那个祷告的这个小组的推展 其实有些小组 有些部门已经就开始进行了 每个礼拜一次 然后找时间一起祷告 希望我们的部门的长老职士们 不仅只是在讨论事工上 能够这样好像为着这个组成 而是在不同的这个群体 也成为一个互相关心彼此带导 特别又透过线上 不一定要聚集在教会 就可以有半小时 或是一小时的带导时光 那这是今年要做的 那接着包括主任牧师 会跟他们了解 再成为新的长老职士 他们适应的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 等等这些事情都要来进行 那也对于职场 就是新的长职里有好些 还在职场 是在职场上工作的 有长职的训练 是对于教会里面的服饰 但也会看见说 会合办一个职场的一日分享营 关心我们这些年轻的长职 他在工作上面遇到的问题 怎么样把信仰跟工作做好的连结 这也是我们要关心的 因为信仰不是只在教会礼拜天当中 这个时段 信仰不是只有在这样的服饰里 才是基督徒 信仰应该更宽阔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 当然除这之外 教会 这些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 除了这之外 教会还是有培灵会 我们有培灵会 今年三月的十九二十的培灵会 请了郑洪会牧师要跟我们分享 所以跟郑牧师动作也很快 他已经把马可福音 前面的第一章的四讲 用培灵的方式 要跟大家来进行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把预留这个时间 同时还有圣经工会 也借了我们这个场地 要来办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讲座 总共今年又增加了五场 都是礼拜六 一整天 所以是一个很棒的圣经讲座的圣宴 那这个时段请大家预留下来 我们可以来参加 大家会不会说 哇 牧师好多 我怎么会记得 那么多的活动 但我想在那当中看见的是 我们说要根植于基督 然后谨慎来建造 这是教会来预备的这些事情 我想这是教会成立的目的 跟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准备建材 一起在这里来建造 鼓励弟兄姐妹 在教会今天的周报里 有一份这样的资料 这是绿色的这个 就是今年一整年的活动 如果你习惯 这个可能回家有阅历 要把一些事情重要写上去 你就把它画线 把它填在上面就可以知道 那同时教会还有一个新的 从去年开始 教会已经把那个活动 放成那个Google表单的点选 所以如果你可能如果不是很会的 可以比较请年轻的弟兄姐妹帮忙 教会会传一个Google表单的连结 你只要点一点输入你的密码 进入Google表单 他就把教会的形式力放在你的 那个手机的形式力里面都看得到 是不是很方便 是的主感谢神 让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透过这样知道说 教会各样的活动在这里 而每年的主日 第一个主日 一月的这个主日的第一周 牧师都好像是那个旅行团的导游 跟大家做什么 行前说明 好像告诉大家这些事 但相信第一次行前说明 不会讲大家记不得那个 那么多没关系 但我们可以一周一周 一个月一个月的时候 提醒大家 跟好跟紧 一样来做 但牧师在准备这个的时候 有一种体会 是觉得这除了是一种旅程以外 其实更是一种生活的提案 是一种生活的提案 因为旅程毕竟是短的时间 特别这段疫情 大家好想出去玩 好想再去日本 看看那个樱花 看看那个枫叶 吃吃美食 但毕竟是短的时间 但是一种生活的提案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 怎么样在中间做改变 有时候可能旅程 会看见惊喜 期待 但是毕竟时间是短 但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样来生活 养成这样的习惯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生活的习惯 在这上面来建造 我记得每年教会都有给牧师 关心牧师说 牧师要做身体检查 去年11月生日的时候去做身体检查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身体检查的医师说 你不错 那个体重有降下来 因为我连续好几年每次去 他说他都看一看以后 就看我一眼说又变胖了 腰围又增加了 可是这一次有点点变化 我发现好像跟着博文牧师开始吃东西比较谨慎 然后晚上不吃宵夜 然后起床的时候就去量一下体重 我才发现体重每天都会变化 但就在那个变化当中 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时候 受到医生小小的肯定 几年来首次那个体重没有再增加 你会觉得说 对啊 那是一种生活慢慢的改变 可能短短的看不出来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三个月 半年以后 一年以后 真的有一些些的变化不一样产生 因为那种产生 就觉得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 就是先衣服没有穿那么多的时候 去量一下体重 感觉跟昨天有什么不同 跟七天前有什么不同 跟一个月前有什么不同 求神保守 如果我们对于身体的重量 这么在意的时候 也需要时间 那根子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来建造的时候 我们是否在刚刚的这些事情当中 可以怎么样来安排 而从那样的事情 教会的生活 其实是一个训练的地方 提醒我们大家 每个礼拜来在这里 一起思想 然后一起回去到不同的地方 在那个场域里 可能是职场 可能是学校 可能是你的社区 可能是你的亲友里面 让人看见我们的属灵生命 那个建造 慢慢的有所不同 跟大家分享这张的图 牧师刚刚忘了按 这是刚刚说的 是每天的生活 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训练的场 跟大家分享这个图 你看到了什么 上面有几个职务 十个职务 我在准备这个PPT的时候 找到了这张图 我会看的是说 或许教会 你认得出这个里面的职务 是什么职务吗 我不行 我只知道说 或许教会中有年轻的青年 他学这方面 每个可以叫出来 我好像不行 只是叫植物 有不同的叶子 可是看到说 原来植物里面 把它收集放在一起 植物的样子 长得差这么多 上帝创造好奇妙 不同的植物 有大有小 然后各个不同 但我想的是说 当植物就有这么多的变化 那我们人 一个教会的组成 我想超过这个十种 各种的人的样子都有 不管从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 个性 专长 嗜好 可能都不同 那每年 教会每年的目标 怎么样能够来适应 这样各个不同的人 老实说真的也不行 可能找不到一个 什么样的目标 可以在我们一个 这么多样性 这么丰富的地方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适用的 一个教会的目标 但我要说的是 虽然很困难 但是刚刚提出了 这几种建造 读经的建造 祷告的建造 礼拜的建造 关怀的建造 还有长子的建造 如果每个人当中 在今天里 在上帝的灵的感动里面 你种下了一些的种子 在这里面 我相信总有你可以参与 可以建造的 就好像教会提供了一个 许许多多不同的建材 在这里 而下一个要做的是什么 让你生命在耶稣基督 建造的时候 你拿到一些材料 开始来建造 你心目中 你的生命的 那个丰盛 保罗说 根基在耶稣基督 然后呢 要谨慎来建造 我想这不仅是 关系到你自己的建造 如果回到前面的 那个田园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有自己关心的人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可能是我们的另一半 可能是我们的儿女 或许在我们自己 建造的时候 我们也在撒种子 撒在我们所关心的人 的生命里面 让他的生命看见 也有一些不同 我们也好像可以 像保罗一样说 我保罗来栽种 我撒种 亚波罗建造 让他生长的是上帝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的建造 有可能因着我们的建造 也帮助了我们的家人 我们所关心的人 我们的同事 他们的生命 也因着这样得到不同 相信我们所期待的这些 神会亲自保守带领我们 2022年对你来说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年 刚刚也提到 2022年很特别是 马杰博士来到台湾 在北台湾宣教的150周年 我想在我们今年当中 有些机会会更多来看 来想一个这样的一个 将福音带到台北台湾 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位 跟我们的关系 所以北部大会 七星中会都有一些的 庆祝的活动 而2022年也是我们 和平教会成立75周年 各位会不会很特别 75周年 150周年 大概一辈子就余这么一次吧 下一次还要怎么算 可能要更久 让我们缅怀过去 其实是再次思想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成为和平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何其有幸在这里 神你到底 在我们的生命建造当中 要做些什么 你要我们这一群人 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和平教会 你要我们建造些什么 虽然新的一年 可能疫情影响还是很多 虽然新的一年 我们好像还期待那个 回到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 那么丰盛的爱餐 彼此的交流 那个可以到不同地方 去走走看看 吃东西的那种的快乐 但是否在这当中 我们能够看见 在新的教会年度目标当中 我们都找到了一些 我们可以参与 成为我们建造生命根基的材料 因为保罗说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来建造 个人谨慎在上面来建造 愿神保守带领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动 展望2022年 你想跟去年有什么不同 还是你已经渐渐失去了 那个改变自己的动力 让我们重新倚靠主的恩典 在这礼拜牧师鼓励你 花点时间回顾跟展望 也可以把这个行事力的资料 带回去想一想 或是来试着在Google表单上 Google的行事力上来思想 我可以怎么样来建造 而第二教会的年度目标 在思想放在我们的年度目标 你自己目标里面 有哪些活动你可以参与 你是否相信2022年 上帝对于你 对于我 对我们整个和平教会 都有一个美好的安排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父神 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你建造我们成为蒙恩的基督徒 得以在教会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成长 祝我们愿意将我们2022年的每一天 带到主你的面前 因为是你所赏识 也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善用这2022年的每一天 祝有求你帮助我们 省察自己 我们要用什么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是会偷工减料 是会好像海沙屋 还是辐射的钢筋 或许别人外面检查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但是主你知道 主我们自己内心也知道 求主保守 让我们在2022年 第一个主日 是重新立定我们的心智 说主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来建造我们自己 求主带领我们保守 引领 以至于在我们年底的时候 我们可以满心喜悦的 在这里献上感恩的祭 所以求主保守 虽然前面的路途 或是外面的疫情的情况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能够掌握的 是主在这里 我们有教会 能够培育我们 教导我们 我们一起来建造这样的生命 求主看顾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这时请我们起立 一起来唱这一首 回应的诗歌 祝福教会 神所里 宣扬国无尽全力 佛萨西处随差异 同生基督的圣体 教会愿其心其意乏 旧藏合同生基督的圣经 你又配心 你又依心 众戏司工赚如意 神所工赚如意 神所要知 我命亦早就出国 摇摇地生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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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空 振 照 等 死 万 千 心 可 以 就 为 年 情 心 情 路 照 等 万 事 调 调 调 地 命中一心 同一心 终其只能转如意 请坐 这时我们用这一首 全程奉献我全身的奉献诗 在主面前表明我们全人全心的奉献 我的生命献给你 微笑着最后起命 时 时 刻 刻 献给你 荣耀 为 周 无穷极 求 出 出 我 心 可 解 爱你生活这世界 静默地直线自己 永不远远属于你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 奉献箱置于三楼和一楼的接待处 台湾行动支付的资讯也置于奉献箱的旁边 接下来我来报告 第一小会公告财团法人的消息 感谢主教会在12月16号 接获大安区公所转民政局来函 准予成立财团法人 教会将于30日内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设立 第二点同工感恩礼拜祭查会 1月9号下午1点半同工感恩礼拜祭查会将在B1举行 请各位同工向首属的部门报名 会整名单后在教育办公室 本次参会不收费 各部门邀请同工及家属踊约报名 并请于本主日前完成报名程序 当天的第二堂第三堂礼拜结束后也会提供轻时 第三点乐活读经手册 刚刚讲到的时候 牧师有特别介绍2022年新版的乐活读经手册 教会四年一轮的乐活读经计划 新年度的手册已经应妥 请于一楼招待处领取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加入全教会的读经进度 一同在灵命上成长 教会周一到周五在教会的网站上 或是请会友提供您的电邮 给教会的办公室索取每日的乐活读经材料 周一到周五在您的信箱中 就会收到当天乐活读经的进度经文 经据摘要题目默想以及祷告 第四点查经班的报告 以色拉查经班由正级长老来主领的 1月9日上午8点45分在六楼03教室 欢迎退休的兄姐一起查考圣经 圣经共读四诗记 讲员是庄信德牧师 在1月15号礼拜六上午10点 于五楼礼拜堂 第五点欢迎台神的道塑生来本会见习 本会继续成为台神教学的伙伴教会 今天我们有一位道塑生来报道 就是道塑一年级的方以柔姐妹 她在我们当中请她起立一下 我们来介绍一下 她未来五个月都会在我们教会见习 将轮流到各部门团契小组跟儿主实地的了解 愿主赐福他在和平的学习 本会的徐祖方执事和卓议员弟兄 已于昨日下午在本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 求祖祝福这个新家庭 本会的吴宗瀚李敏轩夫妻 于12月27号洗货千金 取名沐西 愿主祝福他们全家 接下来介绍新朋友 我这边有一位新朋友林彩凤小姐 在我们当中 我们欢迎她 我们欢迎她 那利用点时间 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跟格林的邻居们打个招呼 敌修姐妹们请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 愿主赐福保护你圣诗第397首 愿主赐福保护你 愿上帝的荣光照耀你 愿主赐福保护你 愿主赐福保护你 尊贵天父上帝的慈爱 与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在2022年 用耶稣基督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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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们请坐 如果您有需要 礼拜后 请自台前 我们的牧长 愿与您一起祷告 也欢迎兄姊妹们 继续留下 在后面的祷告时光中 安静 亲继神 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待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